渡拉古诗 王国恨 隔江游畅后亭花 此诗是诗人夜博情怀时 触景感怀之作 前半段写情怀夜景 后半段抒发感慨 借陈后主应追求荒淫享乐 终治王国的历史 讽刺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 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 表现了作者 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 和深切忧虑的情怀 全诗欲情与景 意境悲凉 感情深沉含蓄 语言精荡锤炼 艺术构思颇具降薪 写景 抒情 叙事 有机结合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浩渺寒江之上 弥漫着迷漫着迷蒙的烟雾 昊月的青灰 洒在白色沙煮之上 入夜 我将小舟 驳在秦淮河畔 临近酒家 精灵歌女 似乎不知 何为亡国之恨 属离之悲 竟依然在对岸吟唱着 隐米之曲 玉树后亭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